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修行正道实路 主诸先佛为天上圣母妈祖 天上圣母将 第十四回 积生济世一成神 诗曰 修行守众在修身 智慧原名父姓真 物理犹然横不昧 积生济世一成神 圣事 修行法门 住家宗脉 各有殊胜 然则修行大道 应在修行自己身心性命 以此殿身根基 则大道终究可成 可 著书 贤生灵神出窍 弟子参寇恩师圣驾 贤生无需多礼 无等出发 随行在后 信不离堂 恩师啊 您是才提示 可是今夜著书访谈主角 可是弟子想不透是哪一位呢 当然想不透 这修行之道 千宗万脉 各有成就之智者 不过 今夜无代贤生往访一间庙堂之主神 很静吗 您如此不疾不徐 漫步云端 哦 已降下来 灯光闪耀间 这里不是台中中华路吗 给贤生一个提示 今夜 无等往夜薛府 王爷庙 弟子知道了 您是要带弟子往大城接薛府 王爷庙 疑 不对 那为何老前辈已归空许久了 那么去拜夜薛府 王爷 可是今夜主角 贤生说得不错 和老虽归空 王爷庙 主神仍在 而且 陷下主神即位和老所历任 啊 他老人家一辈子为薛王爷之机生 归空之后派来当主神 这也是名符其实 弟子倒要好好请教这位老前辈 已来庙前 贤生上前参寇吧 是 已来到庙前 这薛府王爷庙原本就不大 再历经拆除成马路之庙亭 更见拥挤 但是 妙小神微显赫 只见当前一位老者虽是福态 但是王爷战袍上身 却也赫赫威领 两旁冰江更是井然有序 苦奔惊奇飘扬夜空中 难怪此妙神微显赫 弟子参寇王爷神家 贤生年礼 一别也有萨余年了 贤生守创意赤道卖 可喜可贺 令尊更是高正天尊果位 无真惭愧不及嫌父子十分之一 您老客气了 弟子家言在大城街道场服务时 您已身为薛王爷灵机 弟子隐约记得您在生之时 在大城街 福音街一带闹鬼 您以薛王爷虎驾律同时与魏灵机 与鬼头斗法 听老辈说吉林机起架 跳上高壳三人之屋檐 追逐鬼头 最后 以八卦剑阵阵阵住鬼头 挖地尺深掘出骷髅头 从此平静 真是神威显赫 贤生过奖了 只不过仗是主公虎威 那吉得上贤父子文字 因缘之谱画功高 好了 好了 二位这么一来一往 竟是客套话 王爷就不请无喝杯茶 师礼 师礼 恕罪 恕罪 小神只顾叙旧 忘了请您一遇上座 那是弟子之罪 画匣子开了 累积二位夜空中喝西北风 师生三人言谈中入内落座 军兵上茶 您来这历任有多久了 前任在五年前功行圆满 回任王爷府先行官 无奈来接任 弟子之道 您一辈子为王爷效劳 身为灵机 既是也分文不取 不收红包 只是 不知您是如何正性成真 是直接上天赤锋 还是经过考证成果 而得派神职 贤生忘了 五等身为五机灵驾 常有闭关修行 尤其本庙王爷要求特别严格 无疑大把年纪 还被王爷罚出家头 是啊 是啊 弟子知道这事 您不知怎么拒绝起驾办事 竟被王爷强制借窍 把您一颗大脑袋塞入圆凳支架框中 然后退驾 您就家在那里一整夜 直至王爷借窍 才能脱身 这件事弟子一直很奇怪 那小矿 平常人无法塞进去 一塞进去除了把蚁面破坏 才能脱身 但王爷却塞进拖出轻而易举 并且您还毫发无伤 是无伤 但却皮肤摩擦 产生如火之痛楚 就那一次无学乖了 从此不敢抗命 您是说王爷虽然严法 但在闭关中也会传授成仙之道 当然 无闭关灵修 即是成仙之道 尿法尽在其中 当然无为积身 没有违背王爷 既是慈悲 且累积内修外果 三千公八百果圆满 可以得受赤锋 利润正神 绝大部分五姬 均会在其效劳 主神之洞天福地成神 想来不假 贤生想得太美了 许多五姬不遵主公教士 借姬遂行私欲 尤其那些引人赌博行为之五姬 扣分都不够了 哪能成神 这个弟子之道 不过 以您数十年来为薛王爷效劳 并且有闭关修行 还不以此徒利收红包 怎会只证得利润人间庙堂主神而已 贤生小看本庙主神果位 无乃经修行三千公八百果圆满之正基 得赤锋五驾新君果位 位居神绝六级 虽非甚高 但亦非一般小庙主神 事无感念王爷神威慈悲 上天班赤 自愿请应利润 原来您是上证新君果位 难怪威华显露 灵光腾腾 弟子还以为是薛王爷虎驾神威 主公本如贤生描述 无仅沾光而已 好了 好了 二位又要客气了 五等时间意义差不多 就告别回堂 是 弟子拜别您老 小神恭送圣驾 贤生有空来五庙中 是 弟子一定来此拜夜 师生离开王爷庙回堂路上 这位老前辈是弟子同学之祖父 一辈子为薛王爷效劳 狠得周遭邻里敬重 他老生前 薛王爷庙还伴过出巡绕境 此县很用心 当然上证新君果位 否则一般五驾机身 还不能如此高正先班 好了 一道贵堂 贤生灵神投体 弟子恭送恩师圣驾 各位大德 一贯天道是真的 求道真的很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求道修道 后面有求道的好处 以及我们频道还有制作一部详细详细说求道的好处 包括求道后 上天就会派天界护法神 还有未来的佛国净土等等 请大家一定要去观看 求道后一定要记得求道日期三宝 尹宝师姓名 小编补充 真的真的 求生弥勒净土不抵触求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之志趣 而且这边强调若进入弥勒净土内愿则各天净土畅游无碍 加上弥勒净土为了众生而设在地球附近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弥勒佛尊早已成佛 乃是为了地球众生视线菩萨身而发愿大开龙华大会普度三草 与南海观世音菩萨一样早已成佛 为了救度众生而视线菩萨身 普度众生 因为弥勒净土设在靠近地球 所以比较容易求往生 往生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每日称念于礼拜 南无弥勒尊佛 并且回向自己求生弥勒净土 行六事法更可往生弥勒内愿 小编在弥勒净土修持的播放清单都有写 影片后面也有往生弥勒净土的好处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 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名 广度众生 晚化灾节 见到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静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 摇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天堂挂号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造恶者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清口后则有两位 入鸾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欺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县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助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世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拿谋弥勒净佛后 回向愿往生净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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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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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